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新闻 夏宇和源泉的模范爱情 在圈内是出了名的 而如今他们的女儿哈哈都已经三岁了 时间过得好快 说起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别提有多让人羡慕了 老爸说起女儿来 更是满口的骄傲 来看一下 如今夏宇和源泉的女儿哈哈已经三岁多了 因为夫妻俩的保固 孩子很少在镜头前曝光 本身爱玩滑板的夏宇就像个大男孩 而女儿似乎也继承了他优良的运动细胞 到目前为止我是不希望的 因为我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 比较自由的一个生长空间 其实他一岁的时候我就带他上学场了 那时候他妈还跟我吵架呢 因为直接回来就给人动感冒了 从1999年相爱至今 夏宇和源泉的爱情故事 也算得上是娱乐圈里的一段佳话 而10月16号恰逢源泉36岁的生日 对于送妻子什么生日礼物 夏宇似乎早有准备 因为今年特别忙 一直都在外面工作 所以也特别想家 特别想孩子 所以其实他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孩子我想 由于此次的春晚 将是冯小刚知道 最近各界艺人也是被问是否会参与 而夏宇更爱一家人 喜乐融融的感觉 这春晚不是跟每个演员都有关的一个事吗 春晚我觉得我更喜欢 是跟家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 好 有妻有女的感觉真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